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下面一集的剧情 话题上回,法海对素素和小青穷追猛打 结果遭到了阿坑等人的拦截 姐妹俩趁机逃得无影无踪 法海则被留下来对付阿坑等人 他可是一生正气的佛家子弟 生来就是为了斩妖除魔的 别说阿坑几人了 就是山本一夫跟法海单挑 也不一定能占上风 好在他们人多 再加上法海忙着追杀素素和小青 阿坑等人这才能侥幸生还 与此同时,嘉怡和舒怡正在家里痛哭流涕 这栋大厦使她丈夫一辈子的心血 本来以为自己收收租就能度过余生 谁知道这又是闹鬼又是闹妖精的 以后还怎么有人敢住进来呀 整整健壮只能在旁边默默安慰 而舒怡莫名其妙的就把火气撒到天佑和傅生身上了 说自从他们俩搬来 大厦里奇奇怪怪的事就没停过 说不定天佑和傅生是扫把心转世 脑筋赶紧让舒怡闭嘴 人家父子俩平时可没少帮衬邻里邻居 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 更何况珍珍还在呢 时候珍珍打电话向天佑询问情况 可她现在正忙着跟马晓琳寻找素素和小青 根本没时间理会其他事 挂断电话后 天佑便开始闻着妖气给马晓琳指引方向 郑中这一边刚跑到马晓琳办公室 她担心素素和小青有危险 于是便拿走一些道具赶去帮忙 而素素和小青此刻正在野外休息 素素知道法海肯定很快就会追上来 到时候免不了又是一场恶战 她想让小青找地方躲起来 不要再跟着自己了 这样只会拜拜受伤 可是他们俩像因为命上千年 现在素素有难 小青怎么能忍心离开呢 正说着话 郑中跑了过来 还没等他们说什么 法海突然出现 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打 偏偏这时 郑中带的道具不起作用 小青和素素只能苦苦支撑 但这根本没用 他们俩很快就被法海收尽金丸里 危机关头 马晓琳和天佑赶到这儿 她的那一点捉摇手段 在法海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眼看马晓琳受伤 天佑突然开始暴走 直接打烂法海的保护罩 救出素素跟小青 随即上前一脚让她踹飞 可法海很快就重新站起来 她的确厉害 但天佑也不是吃素的 法海慢慢有些吃力 不过仅凭天佑的力量 还是不足以消灭她 危机关头 山本一夫来了 她出手帮了天佑一把 法海被当场打到突血 山本一夫则趁机消失 她不想过早的暴露身份 而天佑刚准备 对法海赶尽杀绝 却遭到了素素的阻拦 她觉得法海跟自己一样 都是太过执着了 要说这法海也真是倒霉 明明只是想捉摇 结果却被当成了大反派 到最后不仅没能报仇 还被打得浑身世伤 因为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法海就开始在原地 无能狂怒 就在这时如来佛祖现身了 他说法海本来是罗汉转世 现在该完成的任务已经完成 是时候返回天界了 就这样法海被如来佛祖接走 而马晓琳则跑去质问天佑 为什么刚刚会突然获得 那么强大的力量 他对此也很懵圈 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当天晚上 山本一夫正在跟阿坪 讨论接下来的计划 他并没有想到 天佑会突然觉醒出 那么强大的力量 阿坪觉得 如果不尽快除掉天佑的话 迟早会被他对付 现在他们手里有附生 暂时不会出事 可万一附生被救走怎么办 毕竟山本未来 始终没有放弃这个念头 但山本一夫坚持要跟天佑联盟 他准备找个机会好好谈谈 与此同时 马晓琳和天佑正在讨论真真的事 天佑觉得 自己当初不应该答应他的追角 这样只会辜负真正的一片痴心 自来想去 天佑还是决定提出分手 正如说着话 小青跑来通知他们 说郑中醒过来了 天佑和马晓琳跑去一看 发现他竟然失忆了 准确来说 郑中只是忘记了关于素素的事情 虽然有办法帮郑中恢复记忆 不过素素并不想那么做 郑中失去记忆 素素就不用担心 他舍不得自己了 等素素消失以后 郑中就能过回普通人的生活 现在他唯一盼望的 就是能再见见许仙 马晓琳见状便提醒素素 还是别抱太大希望了 如果真的跟许仙有缘的话 他们俩肯定早就遇见了 怎么可能还会等这么长时间呢 话虽如此 可素素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他拉住马晓琳和天佑的手 说等他们俩遇到真心喜欢的人时 就不会在乎 对方的身份是人还是妖了 看来素素是全聚唯一一个 可马晓琳跟天佑的人了 与此同时 书仪正在家求菩萨保佑 郑中平安无事 正说着话 天佑和马晓琳带着郑中回来了 得知他忘记素素 书仪跟老金别提多高兴了 一听说素素和小金已经搬走 嘉宜也暗中松了口气 之后天佑准备跟珍珍老实交代 结果还没等他开口 珍珍就抢先一步开始道歉 说都怪自己太过粗心 才导致富城走丢 天佑起思三番的想提出分手 没办法他只能先放弃这个念头 同时也劝告珍珍 别再插手富生的事 免得惹上麻烦 可是珍珍并没有听 而是找来一个私家侦探 一起去打听富生的消息 对方声称 他很有可能被一个变态抓走了 珍珍听完 连忙跟着侦探去查看情况 结果一推开门 却发现搞错了 然后他们俩就因此进了警察局 多亏天佑在 珍珍和侦探才能离开 虽然马晓琳跟天佑一再表示 富生的失踪跟珍珍没关系 可他就是放心不下 想到富生一个小孩子被换人抓走 珍珍就寝食难安 没办法 谁让富生被抓的当天 怕在附近呢 而在此期间 书仪和老金还在担心郑中 生怕他突然想起素素的事 所以连夜把关于素素的东西 全给扔了 不仅如此 马晓琳也在想方设法的 给郑中放假 想让他好好散散心 避免日后再想起素素 另一边 富生被关在棺材里 饿得受不了了 这正是阿坑想看到的结局 他不会让富生饿死的 毕竟日后还要拿来威胁天佑 于是阿坑直接扛了个女人过来 打开富生的棺材后 就把门锁上 告诉他爱吃不吃 虽然富生极力克制自己 可他实在太饿了 最终没忍住 咬死了那个女人 阿坑听见惨叫声后 满意的转身离去 殊不知山本未来 就躲在上方的天花板中 悄悄观察 他趁机闯进小房间 富生向山本未来解释了 刚刚发生的一切 这下可好 他更讨厌山本一夫了 事到如今 山本未来也不再隐藏自己的身份 他直接露出原形 带着富生逃了出去 山本未来本想将其送回家 谁知富生竟然不肯回去 因为他已经吸食过人血了 富生很担心 自己会变成将尘那样 害人的僵尸 他怕伤害到身边的人 于是山本未来就带着富生 在外面待了一会儿 由于没事可做 他们便开始闲聊天 山本未来觉得 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 有的人想做不老不死的僵尸 想破了天 却不能如愿 而他们明明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上天却偏偏让他们成为僵尸 山本未来越想越气 要不是山本一夫那个混蛋 他现在肯定会跟阿平 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事后 富生向山本未来解释说 60年前自己的身父 被山本一夫杀死 后来他们几个被将尘咬了 天佑几十年来 一直将富生视如己出 对他关爱有加 这让山本未来很是羡慕 印象中 自己好像从小就和山本一夫 不怎么亲密 没办法 是让他当时参军去了 总是不在家 害得妻子操劳过度病逝 山本未来收回了自己的思绪 劝富生乖乖回家去 免得天佑和珍珍为他担心受怕 自己不会把今天的事说出去的 可富生还是有些后怕 他担心喝了人血后 会有一些不同的生理反应 山本未来连忙表示 不用担心 回去好好睡一觉 之后继续喝过期血包就好了 在他坚持不懈的劝说下 富生终于答应老老实实的回家了 他们俩有一个约定 山本未来不把富生喝人血的事 告诉天佑 作为交换 他也不能说出自己是僵尸的事 就这样富生被送了回去 此时珍珍正在门口发呆 看见他回来连忙跑过去 富生谎称自己被人犯的拐跑了 甚至对方睡觉的时候 才偷偷跑出来的 一听这话 珍珍都急坏了 确认富生没受伤后 才把他送回家 与此同时 山本一夫找到了阿坚 质问他是不是放走了富生 原来阿坚当初并不是没发现 躲起来的山本未来 他知道时机成熟 所以故意让其救走富生 这让山本一夫很是满意 夸赞阿坚越来越明白自己的心意了 他现在就等着跟天佑见面了 60年前山本一夫和天佑是死敌 60年后 他却想拉拢起到自己的队伍来 阿坚坚持认为 最好在机会完成后 就立马设计杀掉天佑 否则留着他迟早喂酿成大火 山本一夫却表示 恐怕没那么简单 毕竟他跟天佑都是降臣之后 两个人的功力基本上是相等的 说不定山本一夫还会被天佑所杀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当前最要紧的事 就是想办法跟天佑见面 山本一夫要好好规划一下 临走之前他警告阿K 不准再让山本未来插手进来 再有下次的话 自己就不客气了 好了以上这些就是 我和江世有个约会 第17集的剧情 至于山本一夫接下来 有何打算复生 又将发生什么变化 大家可以自行猜测一下 最后喜欢的 别忘记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